欢迎订阅娱乐小工举,李小璐出轨PG1事件越发热闹,现在大街小巷不管的是人民教师还是卖煎饼果子的大爷,都知道李小璐耶稣PG1家了,不管怎样都有点臭名远洋的感觉,PG1第一时间澄清,贾乃亮随后PO相信,李小璐也自视清白,还拉上了好友马苏,真是中国好闺蜜啊。 随后呢,随后李小璐就不见了,没有声音了,微博也不登录了,可是故事根本没有结束,被个媒体,网友发出大量证据来证明,李小璐和PG1之间的恋情,像相同的蓝色,相同的帽子,标志,隔空喊话,我可能是鱼,大家应该知道PG1王者荣耀的名字,就叫做我可能是鱼吧。 也有网友指出哈利路路就是李小璐,哈利路路的头像和微信头像一致,两人在游戏上就互动频频,这么多的证据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,只能说实在是太巧了。 卓伟一句周三剑激发大家求知真相欲望,然而当天,李小璐出轨PG1事件并没有新消息,只是曝出了王思聪30岁生日,有网友说不争气的卓伟让人给公关了,太失望了。 王思聪表示不服,王思聪的朋友勤奋,更为其打抱不平,爆出无数猛料,竟然爆出贾乃亮公关1400万公关了卓伟。 网友知道这个消息后,纷纷心疼贾乃亮,说贾乃亮真是戴了一顶史无前例的最大的绿帽子,还是跨国际的,真心没有想到的是最后出来收拾残局,不是李小璐本人,也是他微博都不登陆了,然而也不是新欢PG1,而是被绿的贾乃亮。 这对贾乃亮来说真的太残忍了,贾乃亮倒追李小璐一年,从婚前到婚后都对李小璐始终如一,视为珍宝,为了和李小璐门当互对努力挣钱,为了讨李小璐欢心,为他改变,有人说贾乃亮爱得卑微,然而贾乃亮现在爱得有点过分窝囊。 贾乃亮在跨年演唱会还表示,自己就是来衬托自己的老婆李小璐的,目前来说,李小璐被骂得最狠,但是他也夺起来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,最难受的肯定是贾乃亮,一直被蒙在鼓里,欺骗对任何一个来说都是最可怕。 有网友爆料贾乃亮夜中借酒交愁,真是不容易,贾乃亮在某节目说,如果对方出轨,愿意给对方五次机会,看来贾乃亮或许会原谅李小璐,唉,这样的男人,李小璐错过可就再也找不到了,希望好好珍惜。 couldn't forget